合比國中觀察隊生理到現在好像第第五年 台灣也好像只有國中部的學生 生完只有十九位 曾經參加全關比賽 在觀察隊重做第二名的家庭 確保他們的實力很好 為了當憲修及婚人的選擇 觀察隊基本一場選擇發表他們的會 邀請教長 作回來分享小孩 努力的結果 合比國中觀察隊隊完 只有十九位的學生 不過演奏起來 算不算讓吉他好好的大團隊 記得老師張登祥表示 這些音樂大部分都沒有音樂的基礎 他在不斷努力學時 這邊的音樂會就是要將實力 充滿在家庭面前 他們其實進步蠻多的 就是我們去年 其實我們在準備音樂會 其實到最後還是會覺得有點吃力 那今年其實他們的進步的速度 算是蠻快的 對 然後他們在全市上 或者是一些就是台風也都比以前還要好很多 對 然後這些小朋友也都是 每天都會很開心的來練這樣 然後包括是 像我有時候幫他們加練 他們就會 有一些人就會留下來說 我願意多練一些 對 然後 現在他們的音量跟音色 也比去年還要好很多 國中部三年的蔡余潔 是小號演奏手 她表示 因為對他們有興趣 所以自己關在隊 從一開始就是吹不太出來 然後到現在就是 直接變成一部 就覺得蠻開心的 那平常會 會用小阿爸來紓壓嗎 當然會 因為畢竟是音樂 然後我很喜歡音樂 就是會拿音樂來當作 我紓壓的一個管道 因為覺得 因為學音樂 就是對我來說 其實蠻開心的 所以就是 不管這個路多難走 我還是想要盡量學音樂 何必各中學長徐進將領域 而音樂的音樂不變派 在他菜的東西 還可以藉由音樂來幫忙 讓心心變形 繼續為科研努力 雖然目前只有各中部的學生 不過開學之後 官家隊中教授各中部隊員 扣大規模 今天是我們和美高中 管樂社的一個成果表演 雖然是社團型的一個活動 但是也在顯示 我們同學平時努力 用功的一個好的表現 雖然這是社團型的活動 但是也是在顯示 我們和美高中多元學習 私信養財的一個好表現 那麼今年11月 學生們就要去參加校外的比賽了 那我想這也是一個機會 那麼透過這個演出跟練習當中 我們也可以了解學生 他們缺什麼 他們需要什麼 我們這些做家長的 能夠給予他們 什麼樣的扶持跟協助 嬰兒是不用臨文所致 最好的方式的記憶 既有不用出健康的價值觀 再待給孩子在人生道路上 選擇最健康的方向 並且發功發力 新中華新聞李明洪和美 彩虹伯德